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们来看第九题 以知识下列六个函数分别为 F1 of S等于S3次方 F2 of S等于S3次方加3S平方 F3 of S等于S3次方加S F4 of S等于-S3次方 F5 of S等于-S3次方加6S平方 F6 of S等于-S3次方加S 我们来看第一小题 哪些图形本身对称于原点 第一小题要来检查哪些图形它本身是对称于原点 那意思也就是说有一个函数叫做Fs 那么如果我们把-S取代S之后 那么结果会等于-Fs 那么因此我们就说这个函数Fs 就会对称于原点 所以首先我们就来检查F1 of S这个函数 那么因此F1 of S我们把它带-S 所以就会等于-S整个的三次方 所以就等于-S的三次方 所以这个-S的三次方 我们就可以把它写成-F1 of S 那么因此第一个F1 of S这个图形 它是对称于原点 所以F1 of S它是正确的 我们再来检查F2 of S 那么这个函数的图形 那么因此也就是说F2 of S 那这里我们把它带-S 所以把它带进去之后得到是-S 那么整个的三次方 再加上3 然后乘上-S整个的平方 所以就会等于这个是-S的三次方 那-S的平方 就变成是S的平方 那么因此这里是加上3倍的S的平方 那这个值不会跟-F2 of S是相等的 那么意思也就是说这个图形 它不会对称于原点 所以F2 of S是不可能对称于原点 我们把它打一个差来表示 接着我们来看F3 of S这个函数 所以F3 of我们这里一样带-S 所以就把它带-S 那么整个的三次方 再加上-S 那么因此就会等于-S的三次方 再减掉S 所以我们把负号提出来 就得到是负的S三次方 再加S 那么因此就可以把它写成-F3 of S 那么因此它完全符合我们对称原点的条件 所以第三个函数这是正确的 我们再来看F4这个函数 所以F4这里我们把它带-S 那么因此就等于-的-S 那么整个的三次方 所以就会得到S的三次方 S的三次方我们可以把它写成-的 那么整个F4函数这个S 所以它也是对称于原点的 这里我们就打个勾 那么接着我们再来计算F5这个函数 所以F5这里我们把它带-S 那么因此就等于-的 这里带-S整个的三次方 再加上6倍的-S的平方 所以就会等于 那么前半段是S的三次方 -S的平方 整个变成S的平方 所以这里加上6S的平方 这个数它不会等于-F5S 那么意思也就是说它就不会对称于原点 我们这里就打个X来表示 我们再来检查F5这个函数 所以F5我们也是把它带-S 那么因此就等于-的-S整个的三次方 那么再加上这里是-S 所以这里我们得到是S的三次方-S 那么我们可以把它提出一个负号来 所以得到是-S三次方再加上S 所以就会等于-F6ofS 那么因此它的图形完全符合对称原点的关系式 所以这里我们打个勾 所以第一小题哪些图形本身对称于原点 经过我们检查计算结果 那么F1ofS是对称的 F3ofS也是对称的 F4ofS也是对称的 F6ofS也是对称于原点 那么因为呢版面的关系 所以我们